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得出这一结论 根据这一说法 米什金1979年7月13日生于俄罗斯 在军事机构学习医学 此后前往俄罗斯海军进行医疗训练 并在学习期间被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招募 此后获得了一本护照 上面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彼得罗夫 亚历山大彼得罗夫这个名字 正是英国警方在调查3月4日发生的前特工斯克利帕尔中毒事件当中 发现的一个名字 彼得罗夫拿着新的护照 曾在2011至2018年间经常出游 曾经在乌克兰广场革命之际多次出现在基辅 并且在摩尔多瓦的青俄分裂地区现身 另外一个嫌疑人的名字 也在9月26日被同一家网站公布 根据这个网站的说法 这名嫌疑人是安纳托利切比加将军 是格鲁乌的高级军官 但9月12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已经知道这两名嫌疑人的身份 是两个平民 这两位平民此后接受了俄罗斯官方电视台 今日俄罗斯的采访 表示前往英国是为了旅游 并称自己并不是格鲁乌的特工 苹果日报发表文章 题目是 中国娱乐圈自首时间表出炉 年底死线 官方作出了公布对相关税务官员做行政处分外 税务总局议定出至明年7月底 针对影视界逃税的自首时间表 今年底前主动补交税款者可无需受罚 补交税免罚 根据公告 国税总局要求各地税务机关按照分布实施的原则 展开规范影视行业税收工作 有关工作分为三阶段 自周三、十日、起 税务机关将通知演艺公司、议员等 对2016年后的申报纳税情况自查自究 在年底前补交税款便可免去处罚 明年1月至2月 当局将会有针对性的督促纳税人缴款 经提醒后缴款者可从轻处罚 至于死不悔改的逃税者 税务部门将在明年3月至6月展开重点检查 并依法严肃处理 在明年7月底前 当局目标建立影视界税收管理长效机制 同时要求打击税务部门和官员的违法违纪问题 对出现大范围偷逃税行为 而为履职者要严肃查处 对于范冰冰巨额逃税 确免入狱 民间仍然有很大争议 自首时间表与官员惩处同日公布 官方在逃税风波上的处理用意相当明显 评论认为 当局只为让其他逃税影星自动偶返笔钱 做奸的话 有点会叫到人回水 另一有分析指 影视行业涉及个人利益集团众多 难以逐一筛查 在限期前补交税款免罚款 可以用最低成本最大程度弥补损失 东方日报 发表文章 题目是 贫富悬殊续加剧 美国成第三世界 美国中期选临近 总统川普大打经济牌 强调国内GDP增速超越奥巴马时代 失业率屡创新低 然而事实却是 美国国内的贫富悬殊问题不断加剧 甚至越来越第三世界化 英国广播公司BCC日前发表文章 引述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活力指数 发现在综合包括家庭收入、贫穷率及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后 美国不同地区呈现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 例如在纽约、波士顿所在的东北地区 自上世纪80年代起 就已是美国最富裕的地区 反观南部和西南地区则贫困落后的多 以加州城县为例 当地家庭平均收入达78000美元 贫穷率为8% 人均预期寿命达83岁 新奥尔良家庭平均收入仅37000美元 贫穷率高达26% 人均预期寿命只有76岁 而且这种差距已维持了数十年 狂人口号喊不响 当人们将美国的情况跟其他国家比较 更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极端贫困 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尔斯顿早前指出 目前美国有4000万贫困人口 其中1850万人处于极端贫困状况 与此同时 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是智利和哥斯达利家的8倍 民众预期寿命却与两国相弱 非洲裔美国人的产妇死亡率更是泰国的两倍 美国贫穷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 其中一个原因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 以底特律为例 当地居民拥有大学学历者仅占三成 而三番式的比率则为5成5 另一方面 经济结构欲单一化的地区 对抗经济冲击的能力欲薄弱 事实上 美国贫穷问题已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 16年民主党总统初选 桑德斯大力鼓吹免费大学教育 结果其风突出 几乎击败希拉里 川普则将宣传重点对准 铁锈地带的产业工人 提出故美国人 用美国货的口号 最终入主白宫 可惜口号归口号 现实归现实 狂人对外打贸易战 未能令制造业职位大量回流 对内大幅减税 利益向富人严重倾斜 所谓让美国再次强大 不知从何说起 澳洲广播电台 发表驻华记者Bill Bertos的文章 题目是 从孟宏伟到范冰冰 在中国突然消失并不稀奇 正常情况下 对孟宏伟的逮捕 除了最热切的中国观察家之外 不会有人在意 这位64岁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和在他之前数百名中国高官一样 在没有任何人告知他们家人的情况下 被拘留 但与以往因腐败而被处理的中国官员不同 孟宏伟还有第二个头衔 而这也让他占据了全世界的头条新闻 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他上周的失踪引发人们的关注 不仅来自全世界媒体 也来自法国警方和国际刑警组织自身 他的妻子 格雷斯梦公开向法国记者展示了他丈夫 在失联之前发给他的一把刀的符号 被抓高官的家属 向媒体公开事件是极其罕见的行为 最终 中国新成立的全方位反腐机构 国家监察委员会确认 孟宏伟涉嫌违法 正在接受调查 中国当局之后澄清 孟宏伟涉嫌收受贿赂和其他违法行为 并补充说 对他进行调查的部分原因 是由于他给自己带来麻烦 世界最高级别警察突然销声匿迹 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 则会让人困惑 但是在中国却不会 令人惊讶的是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发起前所未有的 反腐运动以来 这是第一次有被处理官员家属 在法国给予安全保障情况下 敢于向全世界媒体发声 在中国 尽管孟宏伟在4月份 被权力强大的中共党委降职 预示了他之后将面临的麻烦 但是在国家监委确认对其开展调查之前 官媒对此只字未提 在中国 人们更感兴趣的是电影明星范冰冰的案例 她消失了4个多月 直到上周 她才带着欠税务局约合1.8亿澳元的税款 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 这是共产党的惯用做法 在这些案件中 他们基本不理会正当程序或人权方面的问题 常驻北京的历史学家 政治评论员张立凡说 37岁的范冰冰在微博上的一封公开信中承认了自己的不当行为 并多次道歉 但媒并未透露她过去4个月去了哪里 唯一的信息来自颇具影响力的南华早报引用的匿名消息员 称范冰冰被软禁在某度假村中 该度假村通常用来拘押官员 人权倡导者指出 并非每个人都能呼吁国际警察或数百万人来关注他们的案件 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王全璋律师候审期间被单独关押 与家人隔绝 王全璋律师在其职业生涯中处理了多宗敏感人权案件 他的妻子李文足说 在丈夫失踪后的几个月里 中国当局没有提供任何有关他情况的信息 所有这些案例似乎都证实了中国司法系统的两个问题 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司空见惯的公开透明和正当程序 在中国是不适用的 其次 不管你势力有多大或多有名 没有人除了习主席本人是中国当局动不得的 美国之音中文网发表默色的文章 题目是 研究首次揭露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 研究人员首次能够追踪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额 从购买大型农场到住宅地产 中国资金的规模引发了有关外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的激烈讨论 这项研究结果可能会让一些澳大利亚人感到惊讶 他们一直对中国的影响力和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规模心存警惕 这个全面的新数据库显示了中国投资 商业代表和澳大利亚政府合作 首次绘制了中国投资的真实价值图表 来自中国的资金流入一直具有政治敏感性 人们担心澳大利亚宝贵的农田和房地产已变成外资所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彼得 德莱斯代教授表示 他的工作将有助于促进对中国角色的更准确的辩论 他说 准确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进行明智的公众讨论的一半 让我们有可能更好的讨论中国投资在澳大利亚的实际作用 以及它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 该数据库是通过对来自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和澳大利亚统计局等机构的数千项交易资料 做艰苦分析而编制的 该研究强调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在2016年达到105亿美元的最高水平 但在2017年下降到62亿美元 尽管这份报告没有对投资急剧下滑作出解释 但由于中国涉嫌干涉澳大利亚内政和媒体引发了外交摩擦 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双边商业关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尽管关系紧张 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具价值的贸易伙伴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文山的文章 题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 贸易战让中国输得更惨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到底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 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而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宏观经济角度给出了一个答案 都是输家 但是中国会比美国输得更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10月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前景分析报告指出 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中美两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其中中国蒙受的损失将更大 同时全球经济也将受到冲击 IMF根据当前已经开征的关税进行了测算 并由此将今明两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9%略微调低至3.7% 英国退欧 美国加息也对全球经济形成了不利影响 目前美国已经对大约一半的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出台了加征关税措施 川普总统已经威胁称要对全部中国商品都加征关税 根据IMF的估算 在这种局面下 美国2019年的GDP将会因此损失0.9% 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将损失1.6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也指出 测算使用的经济学模型并不十分精确 与最终的实际结果可能有偏差 在全球层面上 关税壁垒会对市场信心造成不利影响 股市将出现波动 根据IMF的测算模型 如果中美双方都对对方的全部产品加征关税 全球经济增长将在2020年损失0.8个百分点 而长期的损失则大约为0.4个百分点 而目前已经出台的关税措施 则会让中美两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各损失0.2个百分点 IMF预计 在当前的条件下 2018年全年 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在6.6%左右 略低于2017年的6.9% 而到了2019年 增长率将会进一步放缓到6.2% 除了外部需求降温 中国国内加强金融监管 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从中期来看 随着中国向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转型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逐步下落到5.6% 中国当局在此期间需要努力降低金融风险 并致力于环境治理 欧盟是赢家 大约三个星期前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莱布尼茨经济学研究所 也就中美贸易战经济影响进行过预测 该机构指出 川普总统在今年9月份 对第二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 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损失0.1到0.2个百分点 如果华盛顿方面在明年初将这批关税的税率从10%上调到25%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损失将会扩大到0.3至0.5个百分点 研究所外贸团队负责人费尔博麦尔指出 相对中国6.5%左右的全年增长率 这点损失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中国在过去几年间采取了措施 努力从出口导向型模式转型 现在这一努力就能体现出成效 但是中美贸易战显著增加了全球经济的风险 菲尔博麦尔认为美元将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 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将会受到冲击 同时一些高负债的中国企业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菲尔博麦尔还表示 这场贸易战会让欧洲取得更有利的战略地位 如果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做出一些让步 那么欧洲就能获得重大利益 具有竞争力的德国工业的获利程度将会显著超过美国 而且川普向全部贸易伙伴开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只要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继续升级 欧洲的地位就相对安全 他解释说 在华美企在美华企受贸易战的冲击相对更大 因此欧洲产品就能趁机抢占更高的市场份额 当然 像西门子这样的跨国企业在中国美国也有生产基地 其业务也会受到贸易战的不小冲击 中国笑到最后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则在今年8月于多家媒体撰写客席评论 认为从长远来看 贸易战的最终输家将会是美国 他认为 美国政府的财政储备太少 而人民币一旦贬值 美国加征关税的效果就会部分被抵消 同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竞争力还会上升 同时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也正好为中国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 提供了外部推动力 鉴于中国政府对经济本来就具有更强的操控能力 因此美国的所作所为 正是帮助中国做它本来想要做的事情 斯蒂格利茨表示 如果川普的目的是阻挠中国实现其中国制造2025计划 那它只能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因为川普的所作所为只能让中国领导人明确意识到 美国是不可靠的 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技术 大家好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明镜之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 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